台11线通往复岗渔港区域内的单向道路 每逢年节或是寒暑假 观光人潮众多的时候 一定骰车 因此台东县政府新建东56线道工程 将沿岸道路从单向道路拓展成为双向道 24号的下午 县议会在议长吴秀华的率领下 特别前往复岗渔港来勘察新建工程 以及和在地的渔民相关的单位进行了座谈 来了解复岗渔港码头的改善计划 24号下午 台东县议会议员在议长吴秀华率领下 前往复岗渔港分别就东56线道路 新建工程及复岗渔港交通船码头改善计划水域工程进行考察 邮件设处及农业处向议员进行简报 台11线省道复岗社区至小野柳路口内 每逢廉假游客众多期间往往造成拥塞 县福透过计划提高提防防浪高度的同时 将单向道路拓展为双向道 两期工程预计于2020年底前完工 议长吴秀华表示计划有关民众交通及安全 亦会对计划表达高度关心 台11线公路上的游客 还有我们要进港的游客 常常都会变成一个交通打劫的状况 那所以东56线这个替代的方案就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非常期待能够尽快的完工 那不仅仅可以改善这个塞车的问题 另外他们在这个防波堤的高度上加高呢 也确保了我们这个福岗地区的民众的这个 生产的安全的一个保障 随后有农业出向议员进行福岗港交通船码头改善计划简报 县福指出预计三年完成的计划将于0.6公顷新生地上 新建立体停车场与客运中心 未来港区停车空间预计可容纳2000多名游客直达港区 并将于港产销中心与客运中心进行分流 提高港区运作效能 那福岗港的扩建也是这几年来 我们在议会咨询大家都非常关心的 因为未来福岗港扩建之后 我想很多的这个效能 还有我们不管是货轮客轮的游客的进出 都会未来都会更加的方便 那我们在今天看过之后 我想这一个月的定期大会 我们议员有更多的问题 就可以在议事堂上 我们的宪政部 富岗港交通船码头改善 影响社区居民出入安全及后续观光发展 县议会对此表示高度重视 透过下厂考察 后续议员将于定期大会与县府沟通相关议题 记者江碧任台东西报导 我们下期待会议员 我们下期待会议员